韩国天团Big Band成员胜利有份运营的夜店Burning Sun 早前卷入暴力、性侵以及涉毒的遗云 胜利其后被韩美纸曾安排美女陪睡来讨好投资的客户 胜利后来主动到警署受查以及验读已是清白 而所属的YG事务所就宣布胜利全面停工 其后有指警方涉嫌在查案的过程中受惠 韩国总理李洛渊也下令彻查夜店事件以及依法办事 这次事件爆发的初期 胜利的事务所已经预告胜利最快在这个月或最迟在下个月入伍 而根据韩美最新报道 上月胜利接到现役的入伍通知书 他将于本月25日到中清南道仁山的新兵训练所报道 接受基础训练之后将以陆军的身份服役 预计到时胜利将低调的入伍 而YG事务所也急速的正式消息 并发出声明宣布胜利将于本月25日以陆军现役的身份入伍 同时指胜利在今年1月7日 曾报名参加首尔地方警察厅义务警察的选拔考试 不过未免引起外界的误会以及猜测 即使胜利获得合格的资格 但他也决定放弃名额 以先议的身份入伍 胜利方面宣布3月25日当兵之后 首尔比木厅的相关人员指 胜利方面因为已经收到入伍通知书 所以理应入伍 不过如果他在入伍前 证实与夜店所涉及的事件有关 而又被签发拘留证 但是还没有被还押的话 胜利就需要入伍 但这不代表调查会结束 而是将案件交由军方和调查机关进行调查 同时如果胜利入伍前被判定有嫌疑的话 他有机会会推迟入伍 而胜利在入伍前将会继续协助警方调查 如果警方需要传照 胜利也会积极的配合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 魔猜屙 魔方全媒维协助警方调查宾